在臺灣的法律對於親 就是小孩子的保護是 其實是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我什麼都可以不過 我就是要讓小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顧 因為你今天你想想 如果說今天可以任意的就否認 他很容易就沒有爸爸 那如果說不讓你否認 他至少還有一個法律上面的保護 聖美這邊還有一個是嘉義的例子 對 但是這個例子呢 跟現在很多夫妻面臨的 這個狀況也有點相關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會透過人工受孕的方式 然後有小baby 但是我們是有這個法律的 一個規定的 那這裡面出了什麼事情 是這一對夫妻 他們透過人工受孕的方式 有六個小孩 一次是兩個小孩 就是每一次人工受孕 就是雙胞胎 所以是不是三次人工受孕 就是六胞胎 對 就六個小孩 可是很多年之後 這個老公要提起訴訟 要離婚 要離婚的原因 他就說了 他就說一開始 他跟他的老婆 他們因為一直沒有辦法有小孩 所以老婆就說 我們就做人工受孕 對不對 人工受孕 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他老婆就跟他講說 那需要你的精子 老公也提供了精子 那照理說就是 老公的精子 老婆的卵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說生下來的這一對孩子 他說慢慢的 他就覺得那就不是他的小孩 細節老公當然沒有講 但你光看 慢慢你就知道 這不是我的孩子嘛 不是 後來他就問他老婆 他才知道說 原來在做受孕的過程中 老婆承認 他把精子調換了 我要講 這其實就是不合法 因為我們有一個人工受孕的 一個法律規範 然後他說呢 這個老公意思是說 那你怎麼能容許老婆又做第二次 第三次人工受孕 他是說 我為了我們的婚姻 能夠繼續下去 因為老婆說 如果你不容許 那沒關係 我也可以養這些孩子 所以那要不然離婚 老公是不願意離婚的狀態下 所以他就容許老婆做 第二次人工受孕 又做第三次人工受孕 其實第二次跟第三次 用的也都不是他的精子 可是各位 在做人工受孕 要植入胚胎的時候 這醫師一定要很確認 你是不是爸爸跟媽媽的精子 所以他有簽一個同意書 有簽一個同意書 可是這麼多年過去 這個先生就覺得他受不了了 這都不是我的孩子 一來不是我的孩子 二來在戶籍上 我又是他們的爸爸 所以他現在肅請離婚 那肅請離婚 同時也要求就是這六個孩子 我不是他們的父親 所以這個官司當中 還打了一個是要驗DNA 就DNA驗 他們是這個父子關係的機率是零 三個都不是 六個都不是 所以後來就已經答應是離婚 但是也很奇妙 其實他在這個婚姻關係當中 他一度願意忍受說 這六個孩子 我都不是爸爸 可是他寧願就是還繼續 跟老婆在一起這樣子 請教一下法老王 這個他老公 因為是因為不孕 所以老婆的卵子 加老公的精子對不對 然後放進老婆的肚子 這叫人工受精 那既然這樣 為什麼要去偷 要去偷偷拿別人的精子呢 他可能是覺得老公的品種沒那麼好 對 或者是受可能品質也 或是品質 或者是他覺得可能別人的比較好 然後所以偷偷去換 這個不是合法的啦 他們去做了三次的人工受孕 但是都是雙胞胎 所以總共生了六個 為什麼都雙胞胎啊 通常他們一次會植入好幾 好幾隊的那個受精亂 因為怕失敗嘛 對 那因為 就是我 因為我朋友 很多朋友都去做啦 他們的想法是說 那就是要痛就一次痛這樣子 那常常都是龍鳳胎 就是一男一女就不用再生 那有時候就是看他最後 通常最後會留一個 對 如果說你想要留兩個也可以 留兩個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就是我一次痛完這樣子 比較少看到這種 生三次的 因為他就感覺不是 不是為了要只痛一次 對 因為他還痛了三次 而且生雙胞胎很辛苦欸 對啊 就是你生產的時候辛苦 然後生出來同志顧兩個 那個更辛苦 對啊 但應該是很愛小孩 我猜 我覺得這對夫妻 應該是太太很愛小孩 很想要有小孩 先生相對的 沒有那麼想要有小孩 他可能是為了要有這個 完婚 因為如果沒有小孩 要這個婚姻 對 他要這個婚姻 所以要有這個小孩 可是他慢慢的發現 這小孩 可能他在 一開始是也想要有小孩 可是撫養的過程中 會覺得每天看到這些小孩 都覺得不是我學員的小孩 這個菜頭 這個牛棒 每天看都覺得 差不多 跟我沒有血緣 然後可能你看要想 要養六個小孩 其實在照顧 經濟 各方面的負擔 可能是很重的 那可能那個心理上 從很想要 就是有小孩也很好 到慢慢的 我為什麼要養這麼多小孩 我覺得他的不平衡心理 可能越來越強大 到最後他轉折到 我不想要有這些小孩 然後我要說這些小孩 都不是我的 我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關聯 所以我要去法院 肅請離婚 就是離婚以外 我還要這 就是切斷跟他們的關係 然後我心理也不要有負擔 我再也跟他們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可能在心理上 也是有一點意義的 好 我補充一下 就是最近演藝圈有一波流行 流行什麼 就是說我們知道 臺灣其實是多元社會嘛 然後多元成家 大家都 都是平等看待 那因為演藝圈裡面 有蠻多經紀人 大排的一些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基本上是比較 就是同性的傾向 那他們呢 因為經濟實力又很強 所以他們現在都有下一代 然後你在網上都看到 他們有娃娃了 他們的娃娃 就是到美國去訂做了孩子 就是自己的精子 但是是 可能是金髮碧眼的卵子 所以當他們PO出來 因為他們也很公開 就PO出來 然後你會覺得孩子好可愛 可是他慢慢搭 慢慢搭 慢慢搭 就是太可愛了 就是一個老外的臉孔 但是他經濟實力是可以養這個孩子的 所以我們在演藝圈 好像大家也覺得司空見慣 OK 這個嘉義地方法院 經過剛剛講這個男生 請求親子血緣的鑑定 一定是沒有關係 對 然後就由成功大學醫學院 護社醫院為他們做鑑定 結果是親子關係是完全零 零 證明不是這個男生的 不過嘉義地方法院 對這個判決又駁回 怎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他當初有沒有同意 如果說他當初是有同意的 如果他當初他同意的話 其實他是不能夠隨便去否認 這個親子關係 因為像在臺灣的法律 對於小孩子的保護 其實是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我什麼都可以不過 我就是要讓小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顧 因為你今天你想想 如果說今天可以任意的就否認 他很容易就沒有爸爸 那如果說不讓你否認 他至少還有一個法律 我把他念一下 他誠實的法官說 男子主張投兩胎子女 以詐騙的方式 調案精辭 中暑真實 但已經超過人工生殖法 定定子女出生 直至起滿三年不得追訴的規定 這才是最重要 對對對 這個追訴的期已經過了 你不可以說了 這個達佩奧也沒用 孩子出生的第一隊的 那個雙胞胎 也叫爸爸叫幾年了 對不對 我如果叫爸爸叫三年 你會給我什麼 我才三都給你 說有聽嗎 當然是說不聽 害我差點 害我差點就要叫出口了 害了我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